朱岩 第29集 马车载着他们急驰出了赤王行宫 在大道上飞速前进 作为云荒最繁华附属的城市 夜城人烟密集 商贸兴旺 来自云荒各地乃至中州和七海的商人都在这里聚集 带来了足以敌国的财富 一路上街道宽阔平整 两侧割楼酒馆淋漓 沿街店铺里货物琳琅满目 然而朱岩却没有心思看 一路只是探头不停地催促外面的管家 还有多久到 快了快了 就在前头 管家坐在车夫座位旁 指着某处对他道 就在东市尽头拐弯的那一小片平房里 已经看得到了 马车急驰 从大道转向小巷 左转右转 路面开始不停颠簸 朱岩抱着孩子在车厢里摇摇晃晃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停了下来 外面传来管家和别人的对话声 他掀开帘子看了一眼 发现居然是全副武装的军士 车里是赤王府的朱岩郡主 管家简单地交涉了几句 递上了腰牌 他最宠爱的一个娇人奴隶生病了 赶着来这里见生徒大夫 军士仔细咽看了腰牌 又从侧窗里看了一下车厢里的人数 在木检上记录了几笔 这才骑刷刷地退开 令马车通过 奇怪 怎么这里还有军队啊 朱岩有些不解 从车厢里看出去 这个村子外面围着极高的围墙 四角设有塔楼 只有刚才这一个口子可以通信进入 一眼看去 竟是一座防守森严的小小城池 这里是屠龙户居居的地方 帝都自然会派军队护卫 管家坐在车夫身边随口道 特别最近副国军闹得凶 这边的警戒看上去又升级了许多 屠龙户身份很尊贵吗 朱岩已经是好几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再也忍不住心里的疑问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哦 原来郡主是真的没听说过 管家证了一下 不由的笑道 屠龙户嘛 其实是帝都给这些承袭了祖传手艺的渔民的一个称号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不用缴纳税妇 也不用扶摇野 这片村子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从云荒大地上有了娇人奴隶 也就有了屠龙户 他笑了笑又道 当然 他们屠的不是龙 朱岩听得奇怪 不由的问 不屠龙 那他们屠的是什么 既然是渔民 为啥又要叫屠龙户 祖传的手艺又是什么 管家笑了一笑 说起来话长 君主见到就知道了 说话间 马车已经在路边停了下来 朱岩掀开帘子探头四顾 这哪里是什么东西 分明是海边的小渔村 这个地方看去都是木谷泥墙的低矮房子 没有超过三层的 整条道路坑坑洼洼 毫无夜城的喧哗热闹 寂静的几乎没有人声 街上也不见一个人 整个村落贴着夜城的外锅而建 一边就是城墙 海水从墙下的沟渠里被引入 密集城网 环绕着每一座矮房子 带来浓重的海星味 这种家家缓水的格局 和东泽十二郡很像 但东泽乃是天然水系 却不知这个村子 为何也要如此刻意 设置成这种格局 他一掀帘子跳了下去 却扑斥一声 踩到了一汪泥水里 不由的啊了一声 呦呦 郡主小心 管家连忙上来搀扶 连声解释 这里确实有点破 不如您先在马车里坐着 等在下进去 把神徒大夫请出来 然而话音未落 寂静空旷的村子里 忽然间传出了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仿佛是冰死的人 用尽全力发出的大喊 听的人毛骨悚然 怎么了 朱颜下了一大跳 里面怎么了 在杀人吗 郡主莫慌 管家连忙道 没事的 这儿住的都是良民 良民 然而话音未落 朱颜却抱着孩子往后退了一步 脸色猛然一变 死死地盯着前面 道路的两旁原本是一道沟渠 将海水从城外引入 环绕着每一件房屋 穿行入户 而此刻 沟渠里的水 却忽然变成了雪红色 前面就是一间灰色砖石 气柱的屋舍 水沟环绕 那一刻 他看到大量的雪水 从房屋的沟渠里涌出来 伴随着里面 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这里面明明是在杀人 快开门 朱颜再也顾不得什么 抱着孩子就上前 一脚踹开了房门 立声打喝 谁在这里杀人 过住手 门打开的瞬间 房间里涌出了浓重的雪腥味 熏得他几乎一个跟头摔倒 里面的几个人应声回头 正正地看着他 满手满身都是鲜血 房间没有窗子 极为封闭沉闷 却到处都点起了巨大的蜡烛 照得一片明晃晃 竟是比外面的日头还亮 刺眼的光亮里 他看到了居中的那张台子 上面躺着一个雪肉模糊的人 四肢被分开 固定在台子的四个角落 整个身体都如同被抛开了 雪如同瀑布一样 从台子的四周流下来 地上一片星空 地面上挖出了一条雪槽 那些雪旋即又被冲入了沟渠 这 这个地方 简直是被设计好的屠宰场 这是什么地方 朱颜脸色变了 手微微一点 头上的玉骨刷得越出 化作一道流光环绕在他身侧 随时随地便要出击 你们在做什么 哎 郡主 别紧张 别紧张 管家冲了过来 一把拉住了剑拔弩张的他 连忙道 他们是在给娇人破身呢 您别挡着 再不缝合止血 这台子上的娇人就要死了 朱颜看着那些人 围着台子忙忙碌碌 不由地愣住了 破身 台上那个被抛开的人 在节力挣扎 眼看就要死掉 然而那些人 飞快地摁住了他的手脚 一个拿一碗药 给那个人灌下去 另一个 飞快地用水 冲洗掉他全身上下的血污 然后用一把特制的刷子 沾了浓厚粘稠的汁液 将整个身体都刷了一遍 那的确不像是在杀人 倒像是在救人 朱颜看着有些迷惑 喃喃 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他们在给娇人破身 就是让有余伪的娇人 变得和陆地上的人类一样 能用双腿直立行走 大概也是被房间里的血腥味 熏得受不了了 管家拉着他 退到了门外 喘了口气道 这可是很复杂精细的活 风险很大 你看 他们刚刚把这个娇人的尾锥去掉 双下棋拆开 固定成腿骨 朱颜看着那个被固定在台子上的赤裸娇人 只觉得触目惊心 那个台子上的娇人 看不出是男是女 全身上下都是血 洁白如玉的皮肤微微颤抖 正在低微急促地呼吸着 台子上果然丢弃着一段血肉 却赫然是一条鱼尾 还在无意识地蹦跳着 微弱地甩来甩去 刚才他在门外听到的那一声惨叫 想必便是这个娇人的鱼尾 被一刀剁去时发出的吧 房间里的那些人 只在他闯入时 停下来看了一眼 此刻早已重新围住了那张台子 各自忙碌起来 有人喂药 有人上药 有人包扎 很快 这个娇人便被全身上下涂满了药膏 包裹在了层层叠叠的纱布里 嘴里被灌入了药物 呼吸平稳了下来 陷入了深深的昏迷 再也没有一丝声音 一切都进行得飞快 鲜熟地似操练过千百次 朱颜还没有从惊骇中回过神 只见又有几个人 抬过了一家软榻 将那个娇人 小心地平移了上去 抬往了另一个院落 其他几个人各自离开 解下了身上的围裙 将沾满鲜血的双手 伸入了一边的水池 仔细地擦洗 将上面薄薄的一层 淡蓝色的透明鳞片洗掉 神徒大人在吗 管家看到事情结束 这才捂着鼻子 从门外走过来 取出了一块赤王府的腰牌 在下是赤王府总管 有钥匙求见 那几个人停下手来 看了他一眼 面上却没什么表情 似乎戴着呆滞的面具 朱颜皱了皱眉 这些人连眼神都是直的 似乎脑子有些缺惨 智力低于普通人 直到管家重复了第二遍 其中一个人才道 神徒大人还在里面 他缓缓地曲起了三根手指 口齿不清道 还有三条药包 要调制很多药物 另一个看着他们 又看看朱颜道 刚才是他踢的门 这次的破身要是弄砸了 你们 你们要赔货主的钱 知道了 管家皱着眉头 如果那个娇人死了 我们来付钱 那一刻朱颜终于明白过来 所谓的屠龙户 所做的工作 难道是专门将焦人 从海里捞出来 改造成人类吗 感谢观看